这个夏天,注定是世界祖坛不平凡的夏天,当我们还沉浸在世界杯的比赛中时,以为足球巨星转会的消息不禁而走,而他的消息也注定干过了世界杯。 C罗以一亿欧元的转会费,加盟一甲豪门游文图丝,这个消息一出,让平静的转会市场起了大波澜,每一次C罗的转会都会备受关注,也许这就是至今效应。 球迷纷纷表示,游文的春天来了,一甲复兴有望,但是游文并没有停止引人的脚步,在西甲英超伐家这些土豪球队一反常态的时候,一甲的老妇人做了一把老妇人。 据悉游文图丝到现在为止,已经签下了半个足球队阵容,共计2.21亿元,共引入C罗1.17亿欧,凯塞洛4000万欧,到格拉斯科斯塔4000万欧,佩林1200万欧,法维利750万欧,马基纳尼500万欧一出售, 艾姆,雷扎,聂扎切,伯鲁奇球员交换,网友表示,都坐下,这不过是一个内玛尔的钱。 但是不得不说,游文图丝这个夏天的持续引人,让更多的人看好新赛季的游文。 U.C罗的球队也注定不一样,但是游文图丝还没有停下引人计划,据媒消息,游文仍有可能对其他球员发起球购攻势。 MING PAO CANAD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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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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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